Hello,大家好,我是诗诗老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嘴形的运用 我相信很多戳学的同学跟想智学的同学 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就是没有把底头可以吹出声音来 主要有两个误区 就是比较容易犯错的地方 一,就是你可能吹得那个嘴形太紧 第二,就是你那个嘴唇可能那个开孔又太放松 打得太开,所以没有把气集中起来 那么我先示范一下正确的嘴形应该要怎么样 如果想要有好的音色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放松的嘴形 才可以有好听的音色 首先我们主要其实用成一个最放松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没用力把口合起来 这个感觉 但是中间打开一个小小的开孔 然后呢,然后呢 墙底就是那个墙底那个边 铁边,这个边 放到最中间,遮盖,遮盖三分之一 然后放到最中间,跟我们那个人中这个地头是垂直的 OK,尽管你那个头你要测的话你就一块测 你的头要这样的话就跟着,不可以 所以,千万不可以这样 这会影响你音色的,OK OK,要打平垂直 遮盖三分之一,遍对边,遍对边,三分之一 行不行,三分之一 好,吹的时候就放松 你看,很放松 想45度 45度 就已经会有一个很放松 然后很明亮的音发出来 我刚刚所说,误区一 就是错误的情况一 就紧,太紧,会是怎样了 就是 这两个嘴唇边 很多时候有一些同学可能太用力 然后呢,尽管他能够吹到底头里面 但是那个声音也不好听 开孔很小 然后 嘴的那个肌肉很用力 那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太放松 就是过分放松 我以前有教育师同学 我以前有教育师同学 他们是 他们是 会 整个 整个嘴唇 会 会这样 开孔太大 然后 这两边 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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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必须要 要 平常 嘴唇放松 开孔 打开一点 打开一点点 这样就行 然后就吹45度 就是这样 各位同学不妨试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有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解答一下 拜拜